上個禮拜主要是講到第七個單元 第七個單元裡面幾個重點 包括就是說在工作表裡面做移動 移動的話其實基本上就Move 很像那個什麼 很像那個add add就是新增工作表 然後後面的話你可能要加參數 是移到某一個工作表的前面 畫面切一下 OK那上禮拜的話那個Move方法就移動 只是做工作表的排序 當然你取到那個就是手動的部分 另外的話還有最後其實蠻重要的部分 除了說我們可以怎麼樣 可以移動那個工作表排序 假班到嗨班 可以到沒有順序之外的話 其他還有像怎麼把工作表 分割成工作部 就是說它本來是假班到嗨班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 把它另存 有沒有以前的話你可能要另存 把工作表另存為一個工作部 一個ecell檔 有沒有要存檔 如果說你工作表一大堆 你每次都要這樣人工的方法來做的話 其實蠻花時間的 所以其實最重要的部分的話 這個地方你可能要學會 一個工作表裡面的一個方法 叫點Copy方法 那Copy方法比較特別是說 如果點Copy方法後面如果沒有加任何參數的話 那它就是另外幫你產生一個新的工作部 有沒有 就是另外變一個ecell檔就對了 那你只要另存新檔就可以了 那另存新檔我們有教一個方法 叫SafeCopyS跟SafeS 那兩者最大的差別是 SafeCopyS只能夠存成一樣的格式 比如說Excel Excel和SX 那如果SafeS的話 SafeS的話 那就可以存成其他格式 所以如果你用SafeS的話 配合那個存檔的那個Format的格式的話 你可以做那個檔案的轉換 比如說你假設要把所有一個資料夾裡面的 所有檔案通通轉換成CSV 或者轉成舊版、轉成新版、轉成其他格式的話 那通通都沒問 甚至的話 我好像有一個範例是 講到有關把它存成PDF檔 也就是你比如說你所有東西 你也可以全部存成PDF 你也可以用Save as的方法 就可以全部通通做完 那當然你必須要知道 你的資料夾裡面有多少個檔案 有沒有 那你把它開啟 所以如果你要想要知道你的資料夾有多少檔案 你可能要配合DIR的一個函數 這個DIR的話第一次會找裡面的第一個檔告訴你 它有檔名跟副檔名 然後第二次的話就是下一個檔 知道沒有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還是必須要配合一個回圈 OK 所以這個的話 上個禮拜有提到 另外的話 怎麼把一個資料夾裡面的 所有的檔案合併在一起 有沒有 那其實我剛剛講這邊的話 一樣也是用那個DIR OK 所以如果將來你牽涉到那個資料夾 裡面的所有的資料的話 那你可能必須要把這個學會 叫DIR的一個這個函數 然後告訴它說你要找哪一類型的檔案 比如說你可以加副檔名 當然如果你這個地方不加副檔名的話 加一個信號的話 那表示說所有的檔案我都要找 OK 那如果你只要找某一類的話 你可以給它一個副檔名 OK 然後呢 DoFile回圈就是去找 找到沒有為止 一直找 就是說資料夾它會第一次 會給你第一個檔案的檔名跟副檔名 然後下一個的話就是 就把它開起來 這邊的話其實合併的部分的話 我們如果第一次開啟的話 是點Copy 第二次以後的話是點Copy後面有加參數 那我剛剛有講過 其實點Copy的這個方法特性 就是如果你後面沒有加參數的話 那它是另外開一個Excel的檔案 一個工作簿 但是如果你後面有加什麼樣的位置的話 那會放在同一個工作表裡面 是After是後面 然後Before是前面 有沒有 所以Copy這個的方法很重要 OK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那我就判斷說 如果是不是第一次開啟的話 那我就是先開一個新的 然後把它先存過來 那之後的話就分別把它放到後面去就對了 一直放一直放 放到沒有為止 那就離開 最後把它Save 把它Close的時候 順便把它SafeChange等於True 就表示我要存檔 這樣就全部合併完成了 OK 那這個方法的話 你們可以再試試看 因為這個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那坊間 或者你Google一下 看看有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因為我也想了很多方法 看了別人的一些分享 但是我發現好像似乎沒有寫得很好的那種程式 所以後來我乾脆自己寫了 那所以我這個部分是我用我習慣的邏輯寫出來的 OK 主要啦 因為我們知道點Copy的特性 才有辦法這樣做 但如果你不用點Copy的話 有沒有別的方法更簡單 有沒有 OK 可以想想看 其他的話還有就是合併完之後的話 後面其實我們還有講到有關 像Outlook的郵寄部分 不過這個我是沒有實做 OK 不過你們可以試做看看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但有些地方可能要設定一下 不要麻煩我覺得是設定的部分 那就可以利用VBA去呼叫Outlook 直接幫你寄出去了 OK 所以我們前面有練習 那今天的話 接下來我們再繼續來看 其實他這個地方還有什麼 全省郵寄地址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這邊有全省郵寄地址 裡面總共有好像二十幾個檔案吧 就是裡面的資料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它全部合併在一起的話 合併 比如說這個全省郵寄 這樣分開來嘛 總共25個檔 那目前的狀態是這樣 打開來的話 他這個好像是什麼 橘號 這個是帳號 然後這個是他的哪一個局 然後哪一個地址 可能就是有四個欄位 中間的話不是豆點 中間是空白隔開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它匯到Excel的話 然後做資料剖析 他裡面有資料 或者你用Sprint方法也可以 Sprint加空白 他可以幫你切割 然後如果假設我希望 把這些資料全部都匯到Excel的話 要怎麼做 OK 全部喔 所以這部分的話 也許可以回去試試看 那當然第一個把它下載 第二的話我這邊是有一個 有一個寫好的程式 回去可以亂亂看 其實基本上的話 下載完嘛 然後有個路徑 假設是在桌面上 裡面的所有檔 然後把第一個檔抓到 然後做什麼呢 其實主要也還是利用有一個 之前用過的一個方法 叫CreditTable CreditTable.add 後面有個Connection 然後用 我們前面是用Test的話 那就是文字檔 OK 文字檔除了可以抓網路上的文字檔 或者CSV之外 也可以抓你自己電腦裡面的 文字檔或CSV 然後我們主要是利用這個特性 然後分別的話把它做切割 切割的話特別注意 它這邊有個參數 本來是TestFile 這邊本來是叫什麼 Comma吧 有沒有 有個屬性叫Comma Comma是抓痘點 那這邊的話是Space Space的話呢 就是抓那個空白 OK 然後藍要哪些藍 有四個藍 然後一樣把資料抓過來 一直往下把一直往下放 那這樣的話 它就可以利用這一段程式 就可以把那個25個檔案 全部都匯到Excel裡面的一個工作表裡面 OK 當然的話底下還有做一些變化 批示匯入文字檔 可以匯到多個工作 上面這個是匯到同一個工作表 當然有同學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匯到不同工作表 可以啊 你可以把它分開 一個檔有沒有 就放一個工作表 那檔那個工作表名稱的話呢 就是用他的檔名來當成是他的工作表名稱 有沒有 匯入三重就一個工作表 中立就一個工作表 那把它分開來 可不可以啊 那寫法的話就底下這一段 OK 這個我想因為時間的關係 沒辦法細講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也許分別把它弄弄看 這應該不難理解 上面的東西 可能比較特殊的應該是這一行 叫Test File 這邊有個Space 你們可以比對一下前面的那個程式嘛 之前的應該是叫Comma 就是按照那個Do點分開 其他好像都大致上都有 這個切割的話 這個其實好像這一行沒有也沒關係 他這個也是切成四欄 如果你實在沒有任何的頭緒的話 不妨你可以用錄製劇集錄錄看 其實這個也是錄製劇集錄完之後 再精簡完的結果啦 不過其實後來發現根本不用再錄製了 反正就拿這個範本來套用就可以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 另外的話 其他還有就是什麼 像國產機車的耗能 這個也是經濟部的網站上面 然後它裡面的話 有非常多的各年度的那個 就是它每一年新 就是每年都會針對新推出的那個 叫什麼國產機車有沒有 然後它會做一個效能的那個什麼 這個測試 然後會有一個數據 只要有新車 它一年度就會一個檔 一年度就一個檔 但問題來了 我現在如果說我要做那個什麼呢 做個報表的話 那我應該什麼 我需要把這些 有沒有 101年 102年等等等等 這麼多年有沒有 我好像抓只有抓到107年這樣 其實還有108 109 都在那個 這個經濟部的網站上 然後我遇到一個問題 我想要知道 全部的機車的排名 那你遇到一個第一個問題 我需要把什麼 把這邊裡面的資料做合併 那要怎麼合併 它一年 這個是107年2月的 比如說有推出幾台車 就大概是 其實我們需要什麼 上面的那個藍位名稱有沒有 其實第三列跟第四列 這都固定的 只有底下這些資料 是要把它全部合併在一起 OK 那怎麼樣可以把這麼多的檔案 一下子全部通通把它合併在一起 那當然以前圖法鏈鋼就是 Ctrl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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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那現在我們如果不希望這樣做的話 其實就可以了嘛 這個DIR有沒有 找 然後把它找出來之後 可能還是一樣 我想到的方法就是追蹤一下 Ctrl向下有沒有 然後也許Ctrl向下之後追蹤到 它總共有多少列 把它的這些列有沒有 把它call到我們要call的位置 這樣子就全部合併了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先試著自己玩玩看 這個的話也是在雲端上可以找得到 那對應的那個城市部分的話 在這邊也有啦 這個也資料來源這邊也有一個連結 其實網路上我覺得還滿多東西 現在開放資料之後 現在除了政府機關之外 民間機構也滿多這種類似的東西 109年的有沒有 它每一個每一個都是 它提供的就三種格式 一個叫ODS 這個是OpenLibreOffice的 然後這個是PDF 我主要是下載這一個 然後全部把它下載到一個資料夾 再把它合併 OK 那今天的話也許我們就繼續再來看有關 所以剛剛那兩個範例 大家有時間可以試做看看 那今天的話 我們就是主要會把重點放在視覺化的報表 還有就快速匯入那個圖片 那主要是報表部分的話 其實重點還是在圖表啦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你希望怎麼樣 把一個Data畫圖出來的話 那以前的話你變成你要手動 每一個報表自動畫一個圖 每一個報表畫一個圖 那如果你今天希望什麼 我希望類似可以像Power BI一樣 Power BI是一個變成一個 類似Dashboard這樣子 自己幫你排列整齊 OK 那其實透過VBA也辦得到 也不會是沒什麼問題的 然後另外的話怎麼會錄圖片 就有同學每天的工作就是每天會拍很多照片 然後回來之後他必須把它匯到Excel給老闆看 然後每天的話有沒有一堆的照片 然後以前就是插入圖片重檔案一張 然後調整位置放在哪裡 換下一張 然後再插入圖片重檔案 然後再調整位置 他就這樣每天就這樣子 這個會花非常多時間 他拍多少張他就要做多少次 可是實際上在Excel裡面 你可以配合什麼 剛剛講DIR跟Duel Loop 有沒有 其實就可以把全部的圖讀進來 但是比較麻煩是你要放哪裡 而且要放剛好位置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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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蘿蔔一個坑著放 這就比較不容易的地方 如果你可以 另外他說做完了他就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幫我再加超連結 因為小圖嘛 有沒有 進來的一定是變小張的 那老闆如果要看大圖怎麼辦 點下去可以讓他大圖放大 哇 那這樣就很OK了 可是問題他以前都是要圖法面剛的 每天都再來一次 每天他覺得說會耽誤他下班 就是這件事情 對不對 因為他下班前一定要做完他才下班 他如果沒辦法做完他就沒辦法找下班 你把這個程序寫一寫就好了 OK 他不會寫 後來我幫他寫一個範本 後來就這樣call 發現他從此以後都不用加班了 不錯吧 OK 所以很多時候我覺得很多的事情 真的需要把這個程式寫出來 很多事情大概就一勞永逸了 但問題真的要需要有人寫這東西 如果沒人寫的話他可能也不會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待會的話我們兩個主軸 一個是圖表部分 視覺化的報表 你們先看一下第一個單元 第一個單元裡面的話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比如說如何繪製一個很簡單的直條圖 但這個直條圖 不是用那個什麼 我們用那個手動的 我們用程式把它變出來 也就是說如果你以後有很多的月份、年等等的 不同的地區等等的業務人員等等不同的報表 那你要把它馬上變成圖表的話 那只要再跑一個程式 然後也許跑一個回圈 就全部通通幫你把圖通通都做好了 甚至你也可以自動再寄給對方 你可以看一下老闆其實最喜歡看這種東西 他最討厭看數字一堆 你給我看數字幹嘛 要浪費我的時間 OK 他就給你退貨 那他說你要怎麼做出這個東西來 那首先的話也許請各位先把 上個禮拜的重點大概回顧一下 還有就是說我剛剛提到的 有兩個練習題 就是剛剛講這個在單元07的部分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各位要做一些專案 只是因為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你看今天已經最後一次了 如果要做專題的話 應該你們要去找一個案例 然後去實作 做完之後的話整合起來 變成一個完整的一個專題 然後可能要做做寫一點 當然最好是什麼 做一些PPT然後說明一下 OK 所以它滿完整的 只是如果沒有那麼多時間 所以這個也許之後各位有時間的話 可以再把它完成 待會兒我們來看第八個單元 這些東西其實都還滿花時間的 但可能我們課程有些時候沒那麼多時間的話 那我就把一些Sample放在雲端上 你們回去有時間的話盡量先試試看 可能也許不要馬上就看答案 因為你有時候看答案 我看我寫的程式的話 那你可能會被我的程式給限制住了 OK 因為我還是滿建議各位 所以以後的話可能還慢慢 慢慢就是說可以 除了模仿之外 慢慢可以有自己的寫作風格 但是當然是不容易的 可是以後如果你可以慢慢跳脫出那個框架的話 那以後你就很容易 想要寫什麼就可以很快把那個東西寫出來 當然我是很希望你們都能夠達到這樣的境界 有沒有 想什麼 想寫什麼自動化自動就做出來了 OK 不過目前的話 當然我目前還是主要以自動化為主 但未來其實應該慢慢會加上AI 因為像自動化有個缺點 就是說它只能做重複的事情 但如果說你的邏輯、你的那些動作 或者說你的有一些內容有一些需要調整的 那我目前是沒有辦法調整 所以未來其實還是要配合像那個 AI裡面的機器學習 有沒有 可以讓它自己再去修正 一些可能規則、邏輯等等的 當然以後的話 那會除了自動化之外 還可以再加上AI 那真的當然就越來越厲害了 當然這也是現在的趨勢 所以有些東西如果你是希望能夠走在最前面 就是在比較潮的位置的話 那你可能還是需要了解這些東西 我覺得有必要 我記得這些東西其實是大家都想知道的 OK 那如何做 我覺得這點還滿重要的 大家都想知道 可是問題是誰去做 就我發現這VBA很多東西 真的沒有人寫出比較OK的東西 OK 所以最後怎麼辦呢 最後我只能自己寫了 所以很多東西你看到的東西 都是我自己寫出來的 OK 哪怕只是參考別的東西 我覺得那都不是很OK 我最後把它改成我自己的東西 因為很多東西我發現人家寫得 有些寫得太複雜了 要不然寫得太不精簡了 OK 所以試試看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一下 第八個單元的八之一部分 呢